你可以把那個檔案改成像Member 如果說我要把那個Member Member這個檔案的話在這邊有 這個檔案的話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資料假設說我今天 希望把它讀到哪裡?讀到Jungle裡面顯示 剛剛我們是讀一行對不對? 這邊要讀很多行 所以要Realize 加S OK 第一個讀檔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讀完檔之後的話 還要把它顯示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先在哪裡呢? 先在那個 Python裡面測試 那我如果要把這個東西轉換到Jungle的話 可能會有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的話你那個網頁有沒有 特別是前面我們換行的部分 反斜線N有沒有 要變成BR 有沒有換行 另外呢如果我今天不要用什麼呢? 不要用像這樣的形式我希望把它改成表格喔 輸出的話呢 九九成馬表裡面我一直強調有沒有 要把它切割成 假設五個欄位有沒有 請你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表格輸出 OK 所以回去可以試看喔 就是第一個 讀檔 讀OK之後的話 把它放到Jungle 然後Jungle一樣讀檔 可是說輸出的話 兩種形式 一個是直接像這樣的方式輸出 一個是把它轉換成表格 表格還有印象吧 九九成馬表裡面不是有Table 對不對 Table頭 Table圍 然後 一列就一個TR 然後裡面就TD TD 你要能夠弄出來喔 後面呢 再來就是把這些東西 塞到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因為你讀完了嘛 如果秀了沒有了就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呢 可不可以幫我存到資料庫 或者是說先存到資料庫裡面有沒有 再顯示出來 這樣的話其實就蠻完整啦 以後的話你比如說你要輸入成績 或者是你要輸入會員資料 其實都到資料庫裡面 再秀到網頁就好了 所以其實 資料庫有點像是暫存的地方 你就是把這些資料存在這邊 再輸出 或者進來之後 再寫進去啦 所以後面下個禮拜的重點在這裡 所以回去 可以先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話大概 時間也差不多啦 不然就先 先到這裡 然後 記得可能後面會換電腦 所以今天講的那個備份 你可能 有至少三個資料夾 那個 Python Eclipse 然後Workspace 另外Python的程式 三個東西你把它先備份起來 不然下一次來上課的話 如果都不見 真的要再來一次 但我也不希望 因為我的都在低疊 如果下一次再來一次 我還要 不過還好懶人包先把它備份一下 對不對 換電腦是好事啊 當然啊 換電腦 這電腦真的是有點弱 對啊 不過還好我們這個Python 對於系統要求不高 隔壁好像是16G 喔16G RAM嗎 哇那真的就可以跑得很順 但是它好像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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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